2個都很爽朗 2個都很爽朗 我做工,我不是在學MC的嗎? 做工,我不是在學MC的嗎? 放棄你那一架,可以彈爛氣的試駕車 這個新節目,中女澤南薩肯大 我覺得都算是廣台裏面一個比較新穎的節目 因為這兩個社群,我相信在香港人口都漸不少 而且他們都很慘,其實都是被人拿有色眼鏡帶來看他們 問心了,鐵器網友可能就說,車美女你就肯 如果跟你說車個中女,那你肯不肯呢?可能你又會零頭 那些女車秀可能都會 你說那個男朋友是鐵男就好,可能是窄男就好 那不要濟了,但事實可能就未必如此 中女有些都很性感的 你都可能想車一個,很有女人味的OL 如果她肯上你車,你都很高興 那麼窄男可能都很英俊 鄭伊健其實都是窄男來的 他都可能會有機會做這個電單車手 那我覺得可能大家對這個族群太多不平等 或者歧視的眼光去看他們 那我們其實想搞這個節目呢 讓大家認清多些中女和窄男 實際上他們的生活可能是各自各精彩的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用有色眼鏡去看他們 所以這個節目,歡迎各位中女窄男也好 對中女窄男有興趣的網友都可以來支持一下 我呢,就真的喜歡做幕前多些 因為我有做幕前的特質 就是不怕醜 我擺明是醜的,都要不怕醜 因為其實你要對著鏡頭也好 或對著麥克風去講自己的 其實用自信可能就比較客氣一點的說話 其實你真的要不怕醜的,為什麼呢 你是要覺得別人會想聽你的東西 你還要覺得別人想看你的樣子 別人還要看完你的樣子,聽完你的東西之後 將來還可以正正常常去過活 那你沒有這一份對自己的信念呢 你是很難可以堅持下去 那...因為我覺得我個人就... 沒有低調得那麼厲害 就是做幕後雖然我都一定要兼顧做這個工作 但是我都是比較喜歡做幕前多些 套用我一個鐵器朋友的說法呢 他就說他是喜歡做司機 就多過做後座 入隧道給錢啊,給收費停的那個乘客 他覺得很...很沒有那個叫做自主性 好像什麼都要依靠在前面那個 那...所以我覺得可能做幕前就比較適合自己多些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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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